那针对这些可能的这些问题跟它设计所面对到的这几个关键因素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其实SID发生这些问题可能的这个possible recalls的噪音 我们如果从这个NameFlash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 其实有可能几个主要包含是它这个Flash的Programming Cycle EresCycle以及它这个可能本身Flash Quality速度以及预留这个空间的Provisioning 对温度的这个耐受以及电源消耗本身的特性 那再往上一层看到的话是Control的部分其实它我们刚提到做了相当多的设计 Wear Levering Dynamic或Static的Wear Levering 以及对于比如说像是这个Buffer的Management Ecc的这个Design 以及我们刚提到对Trim的这个部分的设计其实特别是相当重要 那还有对于它的这个要回收这些可用空间的这个Background Cleaning 或是这个Block Management的功能 其实也都是可能导致很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那再往上一层看到是在Io Interface这里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高速界面啦 那这里面就有包含像Signal或Protocol的这个Integrity 以及这个Cable Connector本身的这个Quality都会影响 那我们刚提到的那些问题 那最上层的话对于使用者在应用的时候包含这个BIOS 然后OS的这个相容性啦 以及这个一些Tool啦或Application的相容性 其实也都是影响整个SSD品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针对这些可能的这个原因 百加态设计的5个测试来协助客户来检验这些可能原因 以及这些风险跟问题 包含是相容性的测试以及这个Hardware的硬体测试 还有这个效能的这个测试 还有这个Riability的这个可靠性的测试 以及这个特别针对Chin所开发出来的部分的Chin的测试 来验证的各个方面的功能 让您的SSD能够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功能的要求 以上是对于百加态SSD测试法的一个简短的说明 如果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联络人联络 以及上公司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 谢谢